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增死亡个案是七男三女 年龄世界55到93岁 七名是没有完成接种三剂的疫苗 55岁年级比较轻的习者 他患有小脑麻痹症 还有糖尿 还有高血压 他不能照顾自己 要家人照顾他 在9月初的时候 他的精神状况不理想 还有发烧 到急诊室的时候 发现他的抗原测试是阳性 他进院以后 发现他的病毒量比较高 肺片也比较花 我们处方了一些抗病毒要给他 但是情况没有好转 昨天已经离世 在过去一天 有225名的病人康复 包括187名病人已经出院 另外5名的病人经过禁院的筛查 或者院内的检查发现确诊 9名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 员工方面124名的员工确诊 另外99名的员工已经回复他们的工作 我的汇报到这 欧医生 在9月18号有关于冠状病毒病的资料 昨天本地感染的个案有6086例 包括1479例是核酸检测的阳性 4607例是快测阳性 另外昨天174例是输入个案 154例是核酸阳性个案 20例是快测阳性 昨天有10例死亡个案 昨天关医生已经说了 那目前第五波疫情 我们累计 9688例的死亡个案 昨天新增的174例输入个案 95是在机场发现 47例是在检疫酒店或者是检疫中心发现的 剩下的32例是社区检测中心的样板 25例是第四到第七天的样板 7例是第七天后的样板 174例个案来自34个国家 5个国家输入超过10中 是英国、菲律宾、印尼、泰国 剩下的34个国家输入10例以下 昨天4家院设有新的个案 3家是安老院设 涉及7名院幼 还有一家的残疾人院设是一名的院幼 58名的住民是密切接触者 包括在关塘、宝廊、菲律、沙明、激量户烙院 3名住民是杨姓、黄大仙、智廉、安老院 一名的住民、沙田、万福老人院 3名的住民、元朗 香港药能协会、天药宿舍 另外学校方面 我们由星期五下午到现在 收到1881例个案 1618例是学生 563例是263是职员 有866家学校 267是幼稚园 345是小学 二十几多家是中学 还有特殊学校 过去七千两例以上的学校 有675家 今天我们收到的个案 二十家的学校 有个别的班级 有聚集的情况 我们建议有关的班别要停课 八家是幼稚园幼儿中心 两家是小学 九家中学 一家特殊学校 一共二十二班 十九家学校 有一班受影响 剩下的一家学校 学校是特殊学校 有四名的同学受影响 在三班 是东冲的康志赵邦 陈辉学校 四名学校 学生也是住在宿舍 在同一家房间 其余十二名的同住的人 要接受检疫 早前要停课的学校 三家 有新增的班别要停课 包括两家中学 每家涉及两班 剩下的是幼稚园幼儿中心 北角坟领神赵会幼稚园 早前已经有两班 是在九月十三还有十四号的时候 要停课 涉及五名的学生 两名交职员 再后来也在其他的班别 发现其他的个案 累计在今天早上 有二十三名的学生 还有六名的教师是杨兴 分布在十班 这家学校有五百五十六名的学生 还有五十名的交职员 学生站的数目是大概是百分之五 所以我们建议这家学校要全校停课 在基因分析方面 昨天公共卫生发院处做的样本 带L452R的样本是占八十四点 一个百分点 比早前有稍微的上升 现实BA5在香港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六 BA4是百分之六点四八 上下BA.2.12.1是占百分之二点七 BA.2.2就是百分之十三点二 这就是我的报告 现在我是提问时间 现在要先说你是哪个机构 我是AN730 刚才说的幼稚园的地址是在北角或者是坟岭 学校的传播方面 你估计原因是什么 现在十班平均每一班有多少人 刚才你说东冲的特殊学校 四名是住在宿舍 是否每一班也有一个 是否代表每一班也有传播 传播呢 另外55岁的死者是男还是女 还有就是今早 有人提到疫苗接种率是高 有些措施可以取消 比如说糖值的人的限制 这些措施跟接种率是否挂钩 有什么参考的价值 卫生防护中心的看法是什么 好 关于学校的方面 刚才说需要全校停课的那一家 是在北区坟岭神教会幼稚园 这一家的学校分两层 一共有九个班 班别的课师分向校五班 现在我们看见上午校跟下午校 累积到目前为止 过去七天 有23个学生和六名的老师受到感染 有个别的班别会比较多的个案 包括EC这一班 他们共用教室上午校的学校呢 有四名的个案 一共是33人 下午校也是EC PEC 有8名的学生受感染 其他就是3B 有四种的个案 其余的都分散在其他的班别 这一家的学校 由于个案比较多 接近全校的5% 我们也看得见 小孩子戴口罩呢 未必戴得很好 如果个案的数目太高 我们就担心可能会出现一些的传播 而且这些个案分散在不同的日期 好像上个星期四星期五 好像陆续也有个案无法停止 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建议这一家的学校暂时停课 我们初步了解 他们没有在学校吃饭 也有戴口罩 可是当然小孩子未必戴得很好 也有进行清洁 我们建议学生在停课期间 继续地做快测 第二家 就是特殊学校 四名同学都是住宿舍 是同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一共有16名的苏商 我们相信有机会可能在宿舍里面 首先可能有一名学生受感染 然后再传播开去 这个宿舍的其他宿舍 可能都会比较高危 因此我们安排他们要不回家 要不到检疫中心接受检疫 在他们的班里面 其实班别呢 就是分散在三个班别 其中一个有两个个案都是住宿舍的 这一班有八个人 其余的两班 只有一名的同学受到影响 因为这三个班别的人数不多 只有一到两个个案 其实我们也提出了建议 这三个班别 其他的同学即便没有住宿 也暂时不要回笑 这三个班别 包括P3B P61 和S1 第三个问题 关于疫苗接种 还有在餐厅 食店的社交距离措施 我相信政府会审慎地检视一系列的因素 才考虑会否放宽在餐厅里头的安排 这当然要看疫情的走势 那是第一 要似乎疫情是否稳步向好 如果是的话 我们的个案数目也少了 对医疗系统造成的负担比较少的话 可能就有空间可以放宽 因此政府跨部门的小组和同事们会密切地关注情况 看有否空间 去进行调整 而疫苗接种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可以控制我们当前的疫情 如果已经接种三针的疫苗 一旦受到感染 出现重症或是死亡的风险也会减少 在餐厅食店里面都是比较高危的场所 有机会会脱下口罩 是吗 补充一下刚才的死亡个案 他是一名55岁的男性 没有接种任何疫苗 好 下一题 六方后排在靠边的女士 两位好 我是有心电视的 我想问那55岁的男死者 估计他的死亡跟新冠病毒有关系吗 他是确诊以后第几天才获发新冠口服药呢 我们看见以目前而言 有很多的个案 就是即便吃了新冠的口服药 也是完全没有好状的 这样的个案多吗 另外今天离世的个案当中 估计有多少是与新冠病毒有关 多少是无关的呢 昨天欧医生也说到 暂时有三成败来香港的人士 在检疫到首三天会找到个案 是否担心如果政府真的推出 0加7会有更多的输入个案流入社区呢 谢谢 我先回答吧 输入性个案的方面 我们现在有比较严谨的测试 希望敌港人士来到香港会介绍比较频繁的测试 一旦受到感染 我们就可以尽快的发现 安排他们接受隔离 要不是家居隔离 要不到检疫酒店接受隔离 这包括了到了机场的时候 他们首先要做检测 包括快车与核酸检测 第二天第四天第六天和第九天 也要再做核酸检测 其余的日期呢 每一天也都要做快车 这已经是我们的预期之内啊 敌港的旅客肯定会出现一些有阳性的个案 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频繁的检测 可以做到风险的管控 一旦有个案的发生 就可以马上发现病隔离 我们早前从七天的酒店检疫改为三加四 因此有一些的声明可能离开检疫酒店以后呢 才发现是阳性的个案 这也是我们预期之内 早前有七天的酒店检疫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呢 有一些人可能五天以后呢 核酸检测才呈阳性 但也是我们的风险管控措施 包括他们离开酒店以后呢 会有黄马 当进入需要脱口罩或是高风险的场所 他们就会被拒绝进入 也许在一些检测期间 每天做测试 如果发现阳性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也会检查他们 有否遵从强制检测公告 按时的检测 我们会密切地注射 而且关注有关的数据 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措施应该为何 好的 关于55岁的那一位离世的病人 其实他经验的那一刻 我们已经知道他通过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 因此他经验以后呢 我们就为他处方了经脉注射的血润的系列 至于口服的抗病毒药 其实每一个病人 他各自的情况也不一样 他们自己有不同的病 而且有些人有接种 有些人没接种 他们发病的时候 他们的病章是怎么样呢 他们会过多久才接受药物呢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因此很难一看 而论是否吃药以后 有效还是没效 但我们看见目前口服的药物呢 在发病前或是在发病的五天之内 如果吃了药 就可以减低中症的情况 或是避免情况转差 虽然现在我们看见疫情的数字 过去几天有所回落 但如果声明真的确诊 我们也是建议 你如果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也要看医生 特别不管是指定诊所 或是邀居的诊证 诊证安排 也非常便利 市民寻求服务 当然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看4加1上 或是不舒服到急诊室呢 我们也会按照临床判断 并且考虑有否高风险的因素 而决定是否处方 下一道 右方的男士 两位好 我是无线电视的 请问医管局 现在我们看见数字有所回落 那么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 大概是有多少呢 刚才也提到 其实现在呢 我们还是有远程医疗的服务 在数字回落底下 请问 那个影响是有多少呢 大概是多少个百分比呢 这么说吧 过去几天我们观察到 不管是经验的人数 或是我们病床的使用量 还有刚才已经提到的 就是我们同事确诊的数目呢 这几个都有一个朝下的趋势 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地观察 疫情的情况 我们现在理解到 一些非新冠病情的 那些医疗需要是怎么样呢 好像过往 我们曾经调整过的 非紧急的手术 或是检查 我们早前都是有所调整的 现在我们也再一次 就这些的服务进行调整 当然你刚才提到的 远程的一些的断症 暂时我们仍然会维持 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的紧急需要 可能有些病人还会认为 这样的服务是便利他们 因此我们会根据情况 再看有些什么服务 可以正常化 有哪一些可以相对调整 在未来一周 我们也会密切地监视 有其他的提问吗 好 前方的这位 我是点新闻 我有一个提问 有人查询 他是一个名长者 他在9月4号到医院 做一个检查 发现他已经确诊 当时就要求他再网上申报 他已经收到一些 部门的讯息 但是他因为是长者 就处理不了 然后就要做一个强检 也要做申报 两次他也没有处理 现在要处理就过了十线 登记不了 所以我想问 如果有这些个案 你们会跟他们联络吗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要应该怎么处理 关于长者承报方面 任何人做了测试 是阳性的话 有两个情况 第一是核酸检测阳性 不论是在医院 或者是社区检测中心 阳性的话 就要透过我们 网上的平台就是 cdpi www.chp.ghp.cdpi 因为是有核酸的报告 承报以后 我们就能证实是确诊个案 然后就会发出隔离令 也会发出检疫令给他的家人 其实是要填有关的资料 快册就是RATP 网址是www.chp.gov.hk.ratp 如果是长者他们阳心的话 不懂怎么承报的话 其实是可以找他们的亲戚或者是子女 或者是一些懂上网的人帮助他们 如果能尽快地承报 我们可以把资料交给医管局 然后就会尽快处方抗病毒药物 如果是有需要的话 另外如果要去社区隔离设施的话 我们也可以安排 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帮助他们 他们自己也不懂怎么安排的话 也可以找我们的热线 就是1836111 是自动登记系统 输进电话号码 我们会主动联络他们 如果是长者有需要的话 也会帮助他们承报 也会安排有关的隔离 如果一些长者做了核酸检测 我们收到医管局承报的核酸检测报告 但是我们找不到 但是我们找不到CDPI的承报记录 我们也会主动的 通过他们在登记的时候 留下的电话 去联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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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议市民在做检测的时候 要确保你登记的电话号码是准确的 因为可以收到短讯 收到测试的结果 也可以方便我们联络你们 如果没有提到体温记者会结束 谢谢